传统的庭园造景方法 需大量的时间、力气和资源 其实有更精明的方法让庭园更美丽 以明知用水庭园为例 为您示范如何设计符合您需求的庭园 让您的庭园成为邻居的注目焦点 明知用水庭园造景 并不需要将所有植物从庭园中铲除 在于如何运用您的庭园景观达到最佳效果 庭园设计一点也不难 只需卷尺、纸和铅笔 明知用水庭园造景有七道基本步骤 规划设计、备妥土壤、建立实际草坪区 挑选节水植物、使用护根层、有效灌溉及妥善维护 这段影片中我们会讨论基本的规划及设计 我们会进入其他如何建立明知用水庭园的步骤 您可以到los.com slash chinese 取得这段影片和列印子弹 就像任何需要破土开挖的居家修缮工程一样 首先拨打811联络您的能源管道公司 他们会为您标出挖掘时必须避开的地理管线 还要查阅当地庭园造景法规 完成地理管线标识后 就可绘制一份庭园造景设计规划图 按照比例绘制 画入房屋、平台、阳台及树木 著名指南针方向 还有阴影和完全日造区域 标示出别人看得到的区域 例如前院和私人区域 明显的区域通常需要加强维护 现在您应该有基本的规划图 请多印几份方便尝试各种设计 标示未来可能增加的设施 如平台或阳台 您不需依次完成所有庭院造景变更 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改变 之后再来完成其他部分 接下来建立用水区域 用水区域与我们稍后会讨论的 局部耐寒区域不同 依据庭院不同区域的植物 所需水量进行划分 可有助您挑选适合的植物 有三种区域类型 干旱、过渡和绿洲区 干旱区不太需要额外浇水 因此适合种植耐旱植物 干旱区不但远离房屋 而且日造充足 过渡区需要按时适度浇水 最后就是绿洲区需要大量用水的区域 绿洲区通常设置在最醒目的地点 例如前院、屋旁、平台或阳台附近 明知用水庭院的设计技巧之一 便是建立实际草坪区 请选择一种适合您所在地区气候的草坪 住在北部地区的人建议种植韩代品种的草坪 例如黑麦草、蓝草和牛毛草 住在南部地区的人建议种植圣奥古斯丁草、 白木达草和韩国草 无论您身处国内的哪一个地区 都可以在当地Lowes门市 找到按照区域混在一起的适当种植 设好了用水区域 该是挑选植物的时候了 请挑选适合您种植地区的植物 要找您的所在地区 请到lows.com slash plants 在西南地区生长的植物 不见得适合东北地区 想找适合您所在区域的植物 请询问Lowes服务人员 在图上判断植物的种植位置时 要根据植物的用水量来分组 安排适当的用水区种植各种植物 现在您应该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家 设计明智用水庭圆 想学习其他的庭圆设计技巧 请参阅可列印指南 如要观看我们的庭圆造景变更 请到lows.com slash chinese 收看如何建立明智用水庭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刚才行